下午我要分享的就是做主的器皿 来读一段经文 使徒行传九章 使徒行传九章一节到十九节 我们要一起来念 使徒行传九章 从第一节来读起 扫罗能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之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社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社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彭心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神梦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社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在大马社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意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锁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 他在这里有从 祭司长得来的全病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了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花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 受了喜 吃了饭 就健壮了 阿们 从来没有一个人 做圣工 是自己 自己取 自己说我要去的 没有人自取 都是神 主耶稣基督 他所带领的 所以你要做主的器皿 必须要准备好自己 准备给主所用 这样才行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很清楚 主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传福音到普天下去 但是 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 可能 不能够符合主的要求 不能够做好美好的功 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 很奇妙 就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主的器皿 第一个人 就是扫罗 扫罗 他是被主耶稣拣选 本来这个人 是逼迫耶稣的 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主要用他 他也跑不掉 主有办法改变他 人要改变人 是不可能 很难 这个本性太难了 但是呢 在于主手中 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第一段 就是讲到 主拣选 罪魁 扫罗 这是第一节到第九节 第二段呢 讲谁啊 讲门徒 亚拿尼亚 主可以拆派 亚拿尼亚 去做圣工 亚拿尼亚不过是一个门徒 就好像你和我一样 我们信主以后 都是弟兄姐妹 你要叫一位弟兄或姐妹 去做什么事 他可能说 我不要去 你对他没办法 你不可以强迫他 因为 他有他的主权 但是 主所拆派的 自然 有主的权柄能力 在他身上 所以 主要他去做 他就去做 他去做 就看见了 看见了 就和大欢喜 所以 人的信心 是这样增长的 假如你什么都不做 你一直都是在原地踏步 你没办法进步 这个信仰永远是软啪啪的 没有办法 更上一层楼 除非你 听主的吩咐 就有办法 渐渐的增长 在各方面 灵性都能够长大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 很奇妙 说 扫罗原来是去逼迫 信列术的 向官府 拿了 申请了文书 可以捆绑 任何传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 在大马社将近 入城的时候 被荣光照耀 这是真光 是大光 这个大光一照 没有想到 他就扑地 他就扑倒在地 所以你看看 人多软弱 以为他都厉害 以为他是什么 文士 以为他有什么 各种学问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 在主面前 都会感觉到 非常渺小 所以马上扑倒 那个光 四面照着他 他受不了 他知道 所以这是很强烈的 强烈的一个改变 来拣选 假如没有这样的力量 我们常常说 不可能 不可能 叫你带领家里 还没有信的人 亲人来 你说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个人好坏 那个人很舒适 你要请他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尽管说不可能 在主 没有什么难存的事 只要主说 他要来 他就要来 所以等来信了以后 你才发现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 我们知道 全世界 整个宇宙 所有都是主掌权 所以我们尽管 到主的面前来 投靠他 扫罗是一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受过相当的 宗教的一个教育 所以法利赛人 很严谨 很严谨的法利赛人 要叫他改变他的信仰 非常困难 法利赛人要信耶稣 很难 所以法利赛人 当时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 常常斥责这个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 自高自大 这个 法利赛人 就是因为 相当在宗教上 有追求 以至于 别人给他讲什么 他不听 他就是不听 我就是我 我是遵照 就约 这样子 而且比当时 摩西的律法 还要加多 很多的条规 所以他们的衣服 做了很多的穗子 这个穗子 代表 千百条的律法 大概有六百多了 六百多条 必须要去遵守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假如只是 外表的这个律法的遵守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要达到那个精髓 就是在属灵上 在心灵里 能够见到神 这个信仰才是真的活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努力的追求 法利赛人 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法利赛人 扫罗 第三节 主的荣光 顺便来照耀他 这个荣光的照耀 有的时候是很温暖 有的时候 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恩光中 不是在他刑罚的那个荣光中 那简直是没办法逃避 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 只能扑倒 扑倒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一个人跌倒 不得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可以跌倒 怎么会跌倒 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 心灵里头就被触摸到了 被神触摸到了 我们就是要让神 让耶稣 祂来触摸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坚强 才能够长大 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 能够努力追求长进 要被主的荣光来触摸到你 所以扫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让他扑倒在地 他的心灵里头很清楚 好像什么呢 好像当时雅各 雅各呢 晚上整个晚上 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 怎么摔到他赢 怎么搞的 他的手一摸 不是一打 一摸 他大腿骨的 我就瘸了 他就瘸腿了 你看看 这个就是被 被主耶稣摸到了 被神摸到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 那个时候雅各 他就改变了他整个心态 本来是用摔跤的 要把人家压倒 现在呢 祈求的 你如果不给我祝福 我不让你走 很客气 很客气 但是那个心态的转变 神是知道的 保罗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叫扫罗 后来就被改成保罗 这个扫罗 扫罗的意思是求问 求问的 求问的 保罗是微小的 微小的 给他改成微小的 他也很高兴会接受才对 因为他已经被主 所改变了 所以我们被主所改变的 每一个人 我们要知道 谦卑 我们是渺小的 在主面前 也就是要 听命的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不是有什么伟大的地方 所以当时 龙光照耀 心理改变 心态改变 然后呢 接下来四节到六节 听见声音 我们早上讲听声音 要听见声音 也不让人听见声音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没有 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看圣经 看不懂 看不懂 直到得到圣灵的时候 再去看 看懂了 感动了 不得了 这个就是听见神的声音 有听见神的声音吗 很重要 我们信仰 读圣经 听道理 有听见神的声音吗 没有听到神声音的 就打瞌睡 就睡着了 就是这样 这个啊 很难勉强 没有被神摸的 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让他睡一阵子 等到神要把他叫醒的时候 他睡不着了 他一定睡不着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信徒 听到你 听到睡了 我们也很高兴 你就安歇一下子吧 等到主耶稣把你叫醒的时候 你就让主用了 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睡了 睡也睡不着啊 要搞清楚 这个就是啊 也从这个四到六节 说主的声音 对他说 呼叫他明主 很清楚啊 不是在叫别人 在叫我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是这样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不是对别人讲 我这一次一定要面对 要面对 很多人会逃避 在信仰上 很多人也逃避 现在啊 还不该我来负恶 不该我来 来担当责任 对不对 他这样想 这样想 不是我 不是我 知道 主的声音说 某某人 叫你的名字 你说我在这里 主啊 我在这里 你看 以前的人 都是非常忠实的 所以扫罗说 主啊 你是谁 主啊 你是谁 他很清楚 他就在那里等候 了解 这一位人 这一位 是主呢 不是一般的人呢 主啊 你是谁 所以主说 我就是 我就是 我们的神啊 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神 我就是 这个就是 他像摩西在讲的 我是 我是 我是什么 我是 我就是 我就是 我那一个啊 我是 我就是 难解 我就自由拥有的 那一位 讲也讲不清楚 我是 我是 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 耶稣啦 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 感谢神 神是 那么样的爱 这个 扫罗 你说 旁边的人 不知道 旁边的人 听见声音 看不见影子 扫罗 没有说扫罗 没有看见 扫罗应该有看见 更多 更多 但是那个程度上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没有讲的说很清楚 但是 这里有讲 第七节 同行的人 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得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比他们 体认得多 属灵的体认 很重要 我们 都是一样的 有的人得圣灵 像早上两位 可能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 我们没有教 祷告 没有说 祷告的时候 舌头跳起来 那个心灵的感动 没有给他讲得更清楚 没有教导 所以 我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这样叫得圣灵吗 你说我得圣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在灵里头 搞不清楚 所以在灵里头 要多追求 我们的主很爱我们 要多追求 第一次不知道 第二次 更清楚了 所以说下午 要继续祷告 如果 那个感受 更深的时候 放松 放松 就是用信心接受 放松 哇 那个灵源流利起来 心里头 感受到神的爱 神爱我们的那种感受 就出来了 所以我说 上个礼拜六 那个年轻人 三十岁 得到圣灵 哇 他感动起来了 他到下午 祷告的时候 那个灵源流利 哇 很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很清楚了 所以 我们对于主耶稣 就是在理性上的了解 理性上了解 感性上的体验 感性上的体验 哎呀 那个信心上的接受 圣灵大大充满起来 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读这里 你就知道 扫罗一定比 那个同行的人 更有体会 这是属灵的奥秘 所以在灵里头的体会 也让扫罗 能够改变他的心态 从八节 九节 十节 十一节 扫罗没有想到 他一站起来的时候 眼睛要睁开 也没有用 看不见 看不见 神一定要大大地来改造他 因为他以前所看见的 视野 看见的东西 跟以后 是不一样的 让他突然间 看不见 但是 主会医治他 我们要相信 主会医治我们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不祷告 投靠医生 专家等等 要靠自己的钱财 努力 用各种方法 很辛苦 但是 不吃劳苦 去做这些事 却没有来到主的面前 太可怜 太可惜 所以扫罗这个时候 看不见 你看他心里会不会惊慌 会不会害怕 一定是惊慌又害怕 非常的不安 我接下期的日子怎么办 我的前途在哪里 我完蛋了 这个是 这个扫罗实在是 你想一想 这个扫罗 哎呀 那么有前途的人 怎么会出人间瞎眼 我现在眼睛有的时候比较花 看电脑的时候 看他一直打死电脑 打到花了 假如有一天 我在想 有一天突然间看不见 好像人生就黑暗 整个黑暗掉 你一天要是没有看到东西 可能会惊慌的 吓得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扫罗也是一样吧 扫罗啊 应该是更敏感更厉害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他一定太害怕 太害怕了 有人拉起他的手 必须要有人带领 领他进入大马社 三天不能看见 不能吃 不能喝 你看给他吃 他也没有味道 他没有胃口 吃不下去 也不喝 这个人要绝死 这个人太可怜 这个人太可怜 但是还好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第六节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我们的主真是慈爱的主 他没有让我们太多的担心 在可怜的时候 总给我们开一条路 让我们能够走得过去 是不是 所以三天 三天还搞不清楚的状况 这个扫罗啊 真的是吓死了 害怕得很 惊慌得很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主要来带领他了 所以说 我们都是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 我们就醒来了 因为主耶稣的救恩 就在门口了 在等你了 你起来 接受他 接受他 所以我们只有在灵里头 把握到我们的主 很清楚地认清楚他 主啊 你要叫他主啊 呼唤他 主啊 这样 所以很多人都会呼唤 主啊 主啊 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 他真爱我们 所以扫罗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头 一直改变 一直转换 改变 要进步 我们常常停留在一个阶段 没有再往前走 所以没有办法成为 主所重用的一个器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读吗 说怎么样才能够成为 主所重用的呢 说人若自杰 要自杰 充满 脱离悲贱的事 脱离悲贱的事 才能够做贵重的器 要成为圣洁 要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的很好 要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就是我们常读的经文 所以主耶稣在预备 我们每一个人 预备 看一部所书 二章十节 一部所书 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 神的工作 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我们 拯救了我们 造就了我们 我们受洗 赦罪成为圣洁 合乎他的 他用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好 叫我们去行的善 所以我们很清楚 刚开始搞不清楚的时候 第八节 二章八节 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都是主的 单方面的恩 主耶稣给你的恩惠 恩典 救恩 是出于他 恩典 我们什么也没有出 就出一个信心 主啊 我要信你 我知道 我明白 我要相信你 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 乃是神所示的 那个心 是神一直跟你预备 好像在预备扫罗 刚才的过程 假如没有那个强光 那个荣光 大光 真光 这样一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改变 他是那么的强硬 硬心 像约伯 约伯的自我 你看 好像河马 好像鳄鱼 那个河马鳄鱼 一个是很巨大 一个是非常坚硬的表皮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你的自我要改变 难上加难 不可能 就这样 但是在神 没有难成的事 就像刚才 我们所读的 荣光照耀 扑倒在地 起来 看不见 四周围 三天 在黑暗中 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在 死印的幽谷 在那个死亡的阴间里 在那里 藏藏那个死卫 经过那个死卫以后 主来了 救恩来了 所以 亚纳利亚来了 带领他 信耶稣 他才能够成为 主所重用的器人 所以从前的保罗 从前的保罗 我们都很清楚 逼迫主的保罗 从前的保罗 他做了很多 骄傲的事 因为他很优秀 但是主的爱 好大 一点都不计较 包容了他 这是从父亲来的慈爱 所以他能够站起来 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而我们要主动的追求 今天我们 已经进入主里面的人 我们很安稳 很安稳 很安稳的当中 主动的追求 所以 你如果能够在家里 主动把圣经拿起来读了 你已经很进步了 很多人没有在读圣经 对不对 没有读圣经的习惯 没有祷告的习惯 没有每次都来聚会的习惯 只有来自 安稳日 来一个上午 来一个下午 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个层次 层次不一样 但是主很爱你 一定会慢慢把你提醒起来 做主的器皿 就是像这样 所以 这个保罗 假如没有经过这样阶段 你看 还要三天 不吃不喝 在黑暗里 在黑暗里 在食用的忧骨 被主耶稣拯救了 就是这样 所以 亚大利亚来的时候 他是何等的 温顺 寻福 亚大利亚 怕得要死 这个不是听说 专门来抓那个 信耶稣的 逼迫他们吗 我要去找他 我可以去吗 很害怕的 门徒很害怕的 弟兄姐妹 叫你去带一个 什么高官来 什么很有学问的 什么博士来 有钱财的财主来 我不敢去 我去他 他怎么会听我的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知道 那个问题 交给耶稣 交给主耶稣 我们不需要烦恼那个 我们只是听命 第一个讲完了 第一个就是 主拣选扫罗 做主的器皿 是主拣选的 不是你自取的 你自己 没办法说 我要做什么 这是主的工作 主人是耶稣 是他拣选的 主拣选他的器皿 第一个拣选 现在我要讲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差派 差派门徒亚拿尼亚 差派门徒亚拿尼亚 从第十节到十九节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所以今天很丰富 做主的器皿 两个人 不是只有扫罗 要来做主的器皿 预备好 要去传福音 去外邦 做使徒 这个是一件 更主要的第二件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 弟兄姐妹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就像亚拿尼亚 一样的 在主的面前 等候 亚拿尼亚哪一天 听到主的声音 平常我看 也没有什么听到 不过他一定是很不错 准备好了 他早就准备好了 我要给主使用 所以有一天 他也听见声音 当下在大马社 有一个门徒 门徒刚才讲 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 对他说 你看一生 一生当中 你有见过什么异象 你有听见什么声音 没有 没有 我常常 给人家施洗 我现在已经不施洗 退休了 我常常施洗 别人说他看到血了 水变成血 异象 我说我都没有看见 但是 我相信 没有问题 我相信 这个是信心的问题 门徒呢 门徒需要 常常常 常常就是那个 受洗的人 看见 或者说 陪伴 在旁边的人 看见 那个是门徒 门徒 门徒需要什么 意象 需要听见 看见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说 传道呢 你去问传道 传道一百个 可能看见的 只有三五个 三五个 其他都没有看见 天天给人家 受主耶稣声明 洗礼 洗去你的罪 但是呢 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心里完全相信 心里的眼睛 看见 看见 有 有看见 心里的那个眼睛 信心 信心 感谢神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很奇妙 所以主非常爱门徒 门徒啊 要相信 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 有意象 对他说话 对不对 对意象 给他看见 让他对他说 起来 起来 刚才啊 对保儿也是说起来 起来是在第六节 现在起来是在第几节啊 又看见这个少了 起来 十一节 起来 我们一定要起来啊 我们还在躺着 在睡觉 在休息 没有动作 没有起来 暖啪啪的 还在那里 休息 哎呀 但是 有一日 有一日 主的时候到了 他呼唤我们 起来 起来 你就要起来 我到三十岁才起来啊 你看我这个 三十岁 从生出来就受洗 三十岁起来 我把世界放下 我要去读神学院了 哎 准备了三十年 有够软弱的了 我有够软弱 软弱中的软弱 到今天还是很软弱 肉体上看起来 非常软弱 但是呢 精神上 一定要 非常的有精神和力量 生命力 神的生命力 叫你起来 起来 他丰盛的生命 要在你里面 所以啊 要起来 所以这个起来很重要 不可以啊 睡眼心功力 轻松力 去找人家 团乎因 在睡觉 我以前啊 有一个人啊 他专门在开车 我呢 去访问 他就 到信徒家里去 他一坐下 就眼睛闭起来 哦 我心里好难受 快要把他骂 骂个半死 这个人在干什么 你不要来啦 怎么会这样 他 起到人家家里 他就闭起来 出来以后 他开车 然后又进到家里 他又闭起来 不过他是负责人 我有忍让他 我一直忍让他 就这样 这个没有起来啊 没有起来 他就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我教头主 我好在 我那个时候 很有耐性 我就一直到我离开 两年啊 全部是这种情况 而且他只要一开口讲话 就讲不对的话 哇 好让你好好睡觉好了 你就是开车 要不然他讲话就是不得体啊 不得体 我怎么办 我当船道怎么办 我骂他也不行 我私底下有骂他 感谢主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要了解 做圣工 一定要用心 要很细腻的 生命力从神来 那个灵力 灵力 所以这个属灵的力量 起来 主耶稣 听见主的声音 人就起来了 起来 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扫罗 他正在祷告 你看 这个扫罗是三天 正在祷告 主啊 主啊 你是谁 主啊 让我知道你 怎么样 怎么样 就在这样祷告中 圣灵会充满 圣灵会充满 因为他已经蒙召了 蒙召了 我们今天蒙召的人 就是你而我 你而我 大家都是蒙召的人 正在祷告 他正在祷告 听到这个 你就不必怕 你去 马上圣灵就来了 就怕那个人不祷告 他不是在祷告 他在玩 他在做一些奇奇怪怪 世界上的事 没有用 如果 他在祷告 你去的感觉说 主耶稣在 不一样 主耶稣在 他在祷告 这样 好 但是亚拿利亚不是这样说吗 说这个人 主啊 主啊 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人 大家都对他 风平衡不好 他呢 中文在 找麻烦 找基督徒的麻烦 就在逼迫你的 主耶稣 他在逼迫你的 他有权柄 可以抓那些 求告耶稣的人 我去干什么 但是主耶稣 讲得好清楚 我们的主 给我们做圣工 一开始 或者你搞不清楚 你要在 对谈中 对谈中 明白过来 不明白 要说 所以这个时候 有说 十四节 说 说完了以后 十五节 回答的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可以放下 你的心 放心 太奇妙 所以他说 主耶稣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三个目标 外邦人 君王 连君王都要去 他要去做这个大事 圣工 还有以色列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 犹太人 都要把他 传福音 这个人要做大功 要来传扬 我的名 宣扬我的名 十六节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他要受很多的苦 每一点 你都要听清楚 还要受苦 传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听到福音 就快乐了 平安夜 在唱这个什么 平安歌 这个是一般的教会 我们平常 当然 这个福音 要是传道的地方 看见主来的时候 圣工好容易团 好容易做 对不对 福音好传 圣工好做 但是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还要受很多的苦 所以啊 有的人不知道 我们背地里 做圣工的人 所下的功夫 好像一直祷告 一直预备你的心 好像平常 一直在读圣经 到时候 你的心里头 不是空白的 不是一个空心 是被圣灵 充满的心 是被神的话 所充满的心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啊 这个亚拉里亚 他要去传福音 早就准备好了 神 主耶稣才拆遣他的 而 所 拣选来的扫罗 他要受的是这样的苦 所以你知道 不简单 不简单 传福音不简单 表面上看 很容易 但是背地里 要下的功夫 要很深 要很深 不是随随便便 只要讲清楚 听见主的声音 听见主的声音 人就从心里头 产生了生命的力量 就这样 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就是乱啪啪的 躺在那里 听见主的声音 起来 所以这个 约翰福音第十章 就有讲这个事情 主的羊 听主的声音 对不对 主的羊 听主的声音 主的声音 来了以后 他就跟着主走了 主的羊 跟着主走 跟着主走 这个是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二十七节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第四节 十章第四节 既放出自己的羊 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所以亚拿尼亚 认得主的声音 跟着主走 跟着主走 他现在也不害怕 他是主的羊 大牧人在前面走 羊群在后面跟 他还要带领小羊 小羊会变大羊 那个扫罗变了一只大羊 不得了 那个羊不知道多大 但是呢 亚拿尼亚 也获得只是一只羊 普通的羊 大牧人 好 这个亚拿尼亚 是奉差钱 所以你要做主的器皿 绝对不是自找的 自取的 自取去争取来 还要通过主 主通过 你才可以做他的器皿 是用检选的 是用拆派 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 你才能做主的功 所以你要求主来拆减 求主来拆派 求主拣选 求主拆派 就这样 所以啊 这个疫情中 你可以做很多功 你不要以为啊 疫情中不能做功 有一件事 就像这个直播 现在直播就出去了 以前叫教会准备直播 教会才不动 不动声色 什么动作也没有 是不是 以前你要叫那个教会 直播他才不要 对不对 我才没有这个 不要做这个直播 这个疫情有正面的功效 就是直播 所以直播已经出去了 是不是 就这样 但是现在要说回来 弟兄姐妹 要回来教会聚会 你不要又再听直播 这个又重点了 所以今天啊 早上有听 我们负责人 听直视讲 就是要再回来 来会堂 祷告 祈求灵恩 来会堂 就是什么 就是吃爱餐 交通 喝茶 高兴 交通 当然不是说这些闲话 但是呢 就在这个沟通中 我们的信心 信仰 彼此提息 能够来同走天路 多好啊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啊 我们读了以后 说 我们同做器皿 同做主器皿的每一位 我们都是主所要用的人 虽然会受苦 受苦却是命定的 但是赏识 却是很大 所以 我们很高兴 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读了这些经文 我们就知道 做主的器皿 今天讲到的是两个人 扫罗和亚拿尼亚 扫罗是逼迫主的 也能够成为主的器皿 何况我们平常 这么乖巧 主耶稣的羊呢 有的时候我们软动 好像谁啊 亚拿尼亚 但是有一问 就要问清楚 好像哈巴古先知 他就很怀疑 奇怪呢 这个神怎么呢 要兴起这个迦勒底人 就是巴比伦 来刑罚这个犹太人 神的选民 怎么回事啊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不能接受的时候 信心就软弱 信心软弱 就没办法 发起热心 好在 他在守望楼 晚上 夜深人静 自己跟神沟通 主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主说 巴比伦是我的兴起的工具 工具而已哦 只要用完了 他也要毁灭 因为 这个巴比伦 罪恶重大 但是用最坏的 刑罚这个 不乖的 刑罚完了 这个毁灭掉 所以 你放心 我都知道 这个就是这一点 如果你知道 神都知道 毫无怀疑 多好 你的信仰要达到这个地步 毫无怀疑 我知道 神知道 我知道 神知道 所以 我放心 感谢主 阿妹 唱诗 阿妹 谢谢观看